第十五章 内丹修炼的门派 内丹学从东汉道教创立开始萌芽 至隋唐正式形成 唐末五代成熟和完善 宋代以后产生出许多门派 一 内丹养生学说的形成 自魏晋时期葛弘历唱金丹 服侍以达仙道时 道教炼丹服侍带有传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众生因服侍弹药致亡屡见不鲜 给服侍金丹一球神仙不死的信仰 带来了危机 从科学角度来讲 无论是为禁之时用紫石英 白石英 赤石之 中乳 石硫黄等炼旧的五代散 五代更生散 紫石还石散 还是后来用水银 铅 以及雄黄一类神的化合物 金银一类贵金属炼旧的金丹 或毒性强烈 或穿破胃肠 使服侍者五毒攻心 终身残疾 欲死不得 更有甚者失去性命 东汉魏博扬的周易参同期 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 内丹法学的先学著作 使内丹学形成的标志 被后世丹家尊为万古丹经王 魏晋时传世的《黄庭经》中 已有子丹 玄丹这样的文字 其中重点研习了存神 一手三丹田 内侍 调息为主的清修丹法 唐末五代时期 外丹术由于实践失败而销声匿迹 内丹养生学说渐渐得到发展 使得传统的丹顶道教 改变了其贵族专利品的性质 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 普遍接受的东西 丹家认为的内丹 就是在人体内炼成的丹 这是相对于 用他物炼成的外丹而言 内丹学旨在追求一种 人生的最高艺术境界 讲求修炼者对自身经 气 神三大要素的修炼 这是一种参天地 同日月 气躁化 反自然地开发人体潜能的工程 它的理想境界是希望修炼者 通过长期修炼能够达到天人合一 后天与先天合一 人与道的一体化的境界 这种境界就是丹家常说的先人境界 因此 内丹学也称为先学 内丹学是道家和道教文化的精华 也是道士传法 修炼的基本内容 内丹学作为道教炼养术中的显学 在唐宋以后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的一部分 二 中旅 内丹学的开山祖师 宋代以来 内丹学在发展中产生出许多流派 逐步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人机遇主编的《中国道教》时 考论养宋传习内丹的人物是说 养宋内丹修炼者既有陈团 张吴梦 蓝元道 张继先 王老志 曹文艺等名道士 有王璞 曹炯 张忠福 李官 曹国舅等名工巨卿 有种放 李之才等已是名儒 有张伯端 夏宗宇等幕僚 也有市井百公之刘如逢任为业的实态 孤统盘龙为业的陈南 嫡妻为业的郭上造等劳动人民 乃至其儿 妓女 和尚 无所不有 可谓便于社会各阶层 成熟的内丹学 由内丹家钟离犬 吕洞宾 陈团 刘操等人 传开并发阳光大 钟吕金丹道风行送源 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后世各丹家君尊钟吕二人为开山祖师 对二人事迹加以扩充敷衍 位列先班 享受民间世代香火 尤其是吕洞宾 在民间 他是一位与观音菩萨 观公一样 妇如皆知 香火占尽的人物 他们合成三大神明 吕洞宾弟子众多 师坚无为其中得意者 其中吕传道籍 西山众先会真记 便详述中吕二人丹法 对后世影响甚大 中吕丹法之所以吸引众多修道者 原因在于其以明结晶 弃 神为基本功 以摄取先天仪器为要诀 四地分明 步步有艳 性命双修 行神教练 较之外 丹学对人体更加安全可靠 吕洞宾 公元七九八 名言 自洞宾 号纯阳子 自称回道人 生于农历四月十四日几时 五月二十日上升 宋徽宗封为妙通真人 袁氏祖封为纯阳眼正景化真君 袁武宗加封为纯阳眼化 服幼帝君 道教北武祖之三 士称吕祖 唐河中府永乐县 金山西永济人士 亦说经兆金西安人 幼年已有仙道 穆清须填淡 不好华氏附荣 后赴长安应举 于一九四中 狱中离祖师 被以黄梁一梦感化 一说唐慧昌中 两举近世不忠 六十四岁狱中离权 授以丹法 得其今夜大丹之功 龙虎金丹密文 又得大道天顿剑法 遂归道门 赐号纯阳子 乃前心修道 弘阳道法 后于厄州 湖北 黄鹤楼 白日飞生 为传说的八仙之一 其门人刘海禅 王重阳 分别开道较南北两宗 于祖的传奇 可说是道教神仙人物中最多者 直北宋的一间制义书 就收录了近三十条 其他诸如旧人记事 拔剑诸若 斩摇除魔 点化迷途等等 多不胜数 于祖之中说 其诗中离权将上升 于祖曰言之至异于先生 必须度尽天下众生方 上升未完也 就是说 他自愿放弃成为上仙的机会 自愿做一个地仙 从此 历史上关于旅祖献身夺化 及困住人的传说 络绎不绝 宋史 陈团柱 继旅旅 关西人 有剑数 年百余岁不履清洁 顷客数百里 数来跨斋中 南宋出人无曾所转的 能改斋半路卷十八中 既有旅祖自转 誓言无脉墨 非剑取人头 无甚晒之 时有三剑 一段烦恼 二段贪嗔 三段色欲 吕洞宾 继承了中理祖式的 基业环丹法 改丹道黄白 及外丹 为内丹修炼 内丹学思想的显著特征 是道佛双龙 其处世上又有如是作风 认为以心传心 不利文字和寄来吃饭 困来即免也是修道之道 主张性命双修 主张断烦恼 贪嗔 色欲 吕洞宾 著有纸旋篇 肘后三成篇 直指太丹歌 悄瑶歌 领宝篇百问篇 古神歌 太以精华宗旨 还有旅祖全书 九真上书等 多位后人脱名之作 全唐诗 收有旅祖的作品 二百多首 有名剧等弦 倒进十分酒 欲兴高银一百篇 逍遥避障轻松下 作看残花 主水流绿酒最绵贤日月 百平封定调江湖等 不愧于后世民间 及道门弟子三仙之称 九仙 建仙 师仙 三内丹学的各大门派 在中旅之后 内丹空前盛行 大批内丹家 纷纷著书立说 逐渐形成不同的内敛法 以至门派邻立 这些门派有南 北 中 东 西各家门派 号称内丹学五派 只有中派是以其 不偏不倚的 中之哲理立派 其他四派 皆是以地域而立 一 南宗 金丹派 南宗产生于两宋 与北方的全真道相对 因地处江南 故称南宗 以北宋张伯端为开派祖师 其传法谱系为 张伯端 石太 薛道光 陈南 白玉禅 他们被后世道士 尊为南宗五祖 张伯端 987-1082 自评书 浩子阳 自称右亲善道 涉猎三教经书 乃至刑法书算 依捕战阵 天文地理 吉凶死生之术 弥不留心说究 终生研究丹书 至晚年忠于悟道 而著悟真篇 其为成贤启后的 内丹学的极大成者 是道教内丹学走向成熟与繁荣的标志 并将周易参同器 原文件本书附录的内丹秘诀 公之于众 2 4 2 3 4 5